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模 之後的故事就是一個LOOP的世界 無限人類 無限... 我現在看你出來說 遊良公? 不要啊! 是快令記來的 玩香蕉 這個向你顯示妖精有多大的威能 不是的 香蕉是蟲子世界 她顯示說 妖精是真的不理你 她覺得好玩 她就玩你 而且她們的技術力很可怕 可以操縱時間才是很厲害 不過有一樣好 她們的慾望不是很大 應該是她們三分鐘熱度 例如說她要做一百個 現在做一百個 如果要做一千或一萬個 人類小姐她不用做 她一晚就搞定了 你把所有變動的一晚就幫你搞定了 英雄王只要認真一晚就玩完整個勝負戰爭 那這個故事就說 因為妖精其實很喜歡吃糖果 在那個世界裏面 她說懂得做甜品的人其實很少 人類小姐是其中一位 然後她就說 可不可以多吃一點 那有什麼方法呢 她就開始看 叫做什麼呢 隨意回答她 隨意回答她 多幾個人就可以了 然後妖精就開始想到其他想法 黑龍體 全部都否決了 最後就是妖精太 叫做什麼呢 有尊重她的意見 不用複製體 不用黑龍體 複製就是黑龍 不好意思 用其他時間的你 對 然後她就用了時間理論的方式 去製造多個的舉出來 所有都是她 理論上就是把這個鐘頭的你 還有下一個鐘頭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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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做事 做一些糖果的事 你老闆很開心 然後這裏還有另一個故事 就是找助手 找助手 其實這已經是倒序 已經是頭三個故事 之前的故事 之前助手已經在 怎麼想 助手就被人扔來扔去 最終就扔到他爺爺那裏 接著他回來 其實她說到助手 就是說她就是在一個 總之一個 總之死剩她一個 但是又說到她 她說她很聰明 其實她 她表達人數很低 但是她語言是不行的 其實那個故事 我覺得幾 我不知道大根 因為其實我不太提得明白 其實她說助手先生 什麼自我標明 他沒有自我 你先說第七集 第一集是說時間問題 第八集是助手問題 那大家有什麼意見 我除了覺得 快一點不行 其實也挺煩的 不是 挺有趣 再次印證就是 這類型的手法 我真的接受不了 好像梁宮似的 不是 它是loop的 你見完一個場面 你已經見到那個場面 你下一秒又是那個場面 再下一秒又是那個場面 他可以快一點去持續 應該說 我寧願看一些 就好像 對上的 《Personal 4》 《暑假》那一集 用不同角度的視點 你說回同一件事 我覺得沒有問題 我明白 知道結果是什麼 這些不同 我覺得是群像劇 你也是去回同一個視點 去做某一件事 當然我明白 它現在其實是同一個視點 不過只不過 剛好那些是同一個人 你會覺得 我覺得最大問題 甚至有的問題 他每一次重複 他基本上是沒有新的東西 加進去 他只是 他第一次做 做那個全程 最完整的 他之後 第二三次做 就是 批評不同的位置 OK 但是第四次 我真的覺得不夠接受 他去到後來 就是 你會見到 他一些角度不同 譬如說 左邊拍完他的醫生 現在醫生變了 站右邊 但他們說的東西 做的東西擺設 我最初有留意 他的鐘 他有借錶的問題 他的鐘 但我又見不到 他的鐘的變化 有什麼時間 他不是一路停在2點鐘 是的 那我又搞到 搞到我搞不清楚 你這些東西不斷重複 我又見不到 新的Data 究竟你在做什麼呢 我知道 那些東西不斷重複 複製了 在重複的部分 我是不知道 他有什麼意義 而且最大的問題 就是 人類小姐 都是說 他的心理質素 非常之高 他不斷看到自己的分身 他都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不是 愛情起劇 不是 只是描述 我覺得 其實他是 見到 見到很多個人 在那裡 但其實看不清楚他的樣子 就是 但之後看得清 之後全部都是他自己 就是他之後才知道 之後他已經慢慢 慢慢都 就是他的loop 是有些記憶留下 就是他慢慢都有 覺得 這種感覺 其實沒有所謂的 你不知道他的樣子 所有Girl Game 男主角都是沒有樣子的 我不是很知道 他究竟想帶的什麼 帶出什麼 帶出什麼 什麼的訊息給我 因為我只見到 我只知道他帶出什麼訊息 就是說 班耀貞很想吃糖果 所以他要製造多個 他會不會想帶出一件事 就是說人多未必是好辦事 其實也不是 那麼多人來講 其實都做到一件事 滿足班耀貞的慾望 還有就是幫忙定義了 這個助手在人類小姐的印象 其實是將他 未來之後 人類小姐對助手的印象 都綜合了 然後形成現在這個助手的印象 所以反而覺得 如果黏在後一集看 我反而覺得 助手其實是他想像中出來的樣子 我不是說想像的一種 因為他現在討論了 好像我也記得 即是未來的人類小姐 是有跟這個助手相處的 但是現在的助手 就搞不清楚他現在的 我用另一個角度 你今天 我現在錄音 我看到三三 但是我昨天的我 假如我之前未見過他 我不知道 但是當我昨天的我 遇上時空轉移的今天 我就會說 你覺得三三是怎樣的呢 然後三三是 整個岔很高的樣子 然後呢 我昨天的我 即是未見過三三 就開始由不同時間 回來見過三三的人 沒有分過定型出的 我知道想起什麼 如果你說這件事 就是想起胡隱的螺旋圓 分了身 練了很多東西 雜佛在一起的那個感覺 但我覺得也不是很 解釋 因為其實 你始終講的就是 因為始終他很少我解釋 在後半集裡面 就是不停講自我 說當你一個人的時候 是形成不了自我 因為你根本沒有人可以判別到你 這個存在 但我覺得判別你 其實是根據你的個人特質 而判別你 而不是 一個就是說 我用想像 去加注意在你身上的東西 這個其實是一個哲學性的問題 好啊丹 你怎知道你是樹齡呢 你 是我聽說你是樹齡 我聽他聽 樹齡的名字應該是他自己改的 就不是本名 就是一個物體 你怎知道你是你 什麼叫我才過在 是因為我們旁邊有人知道你是你 你的身份證寫著是你 你照我的樣子知道 你眼耳口鼻 你一個人 我最怕有些人說自己是人 但照鏡不是人的 那些人不是人 為什麼你確定是人 因為照鏡你眼耳口鼻 五公有手有腳 你一個人 你才確定自己一個人 我明白這些 你當然不是說 是一個人 為什麼助手他沒有他的個性 因為助手從來只有一個人 他沒有人告訴他 他什麼樣子 他沒有照過鏡子 他什麼都不知道 是助手小姐 一個 即是當是鏡的反射 經常知道 從他的角度觀察助手 什麼樣子 才知道助手 他能說得聽助手什麼樣子 我明白這件事 但是 你觀察一個人 需要去到這麼宏偉 就是要用到時空偉論去看一個人 究竟怎樣去定義一個自我 是不是誇張了一點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如果你說用到時空理論去看一個人 可以的 寫傳記 即是你說 二次世界大致的時候 見過這個人是怎樣的 那時候 可能嬰兒剛出生 然後說 在這個 五零年的時候 又見過這個人是怎樣的 然後 六七暴動的時候 又見過他怎樣的 那現在是阿伯來的 你說他一輩子 可以的 你可以用不同的時間點 但是你跟我說 兩點鐘的小姐 加這個 三點鐘的 四點鐘的 你很難形成不到 一樣的事情 那是不是間隔比較短 如果你說 用日的話 或者用月的話 你可能會容易定義 如何形成一個人 我對其中一個人的感覺 我第一眼看你 沒錯 我會有個概念的形象 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例如你有眼耳口鼻 你肥瘦高位 那些東西 你英俊熊英俊 你會從外表看得出 而形成就是你對他 本身的形象 的一個概念 但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在這麼多集時間裡面 他只見過助手 一次這麼大把 那那個印象 和形成自我 我就有個疑問 其實劉Sir說 因為我是真的不理解 這個故事說什麼 我會有個疑問 那究竟你是想說什麼 你怎樣可以從一句話 你見到他一次 但是 你基爾旗的那些 全部都是靠古 靠理想像 去加諸於他身上的東西 而形成他的自我 其實 其他人類小小 其實未必是靠古 雖然 你在故事看得到 是一個一個小時 去進展 其實 但其實裡面 可能是 有些是 一年之後 幾個月之後 其實那些已經接觸了助手 對 但這個是你的解法 不是我們看到的東西 可能會有 可能見到的 不是 還是可以 已經 融合了 如果是完全根據他的想像 那個助手 應該會變成 另外出現的版本 那個 很 崩皮的版本 但是 助手 會變成 現在這個樣子 應該就是 實際有跟他接觸過的人類小姐 再集合多些資料 去形成這個人 應該就不是 我覺得 因為其實 始終 他說的 每次都是用 某一個時點的人類小姐 他去到 當集合了 影分身之術 整班人 那時候 他在問問題 說 你們覺得助手先生 究竟是一個 怎樣的人 然後那些人 其實是反問他 如果 是由那些人 給一個概念 現時怎樣的人類小姐 他應該是他們提供資訊 現在反而就是 那個人類小姐 因為這個人類小姐 是建議一個很 鵪皮的 助手先生 他就把那些信息 帶出來 然後他們 都在那裡 和應 我覺得是這樣的 但是 如果 最終回到來 那個助手先生 真的是這樣的 我覺得 算了 我當我看得明白 但是現在就是說 那個助手先生 跟那個助手先生 有兩回事 有兩回事 而你確立自我 亦都不可以 比善之前那個助手先生 時間點 那個助手先生 去定義這個助手先生 那究竟這個助手先生 跟那個助手先生 究竟有什麼關係 我就真的不太知道 你的故事 其實我想在聽人 會不會在說 人和人在不同時間 對人的印象差異 我想說另一件事 第一 回應回到有某件事 你說 你 有沒有一個 自我的意識 你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一個人 這些 其實我想反過來 你是一個 剛剛出生 寶寶的人 你用四隻腳來爬 那你有沒有 概念 你是要用兩隻腳來走 如果你父母 不是有學行車 你可能真的一輩子都會爬 等於有些極端的例子 這個當然有機會 你聽我說 先 有些極端的例子 有些人生了一些子女 在其他國家 溫住了一個籠 是不會走的 一輩子都是爬 不是很簡單 沒有 還沒說完 那 問題是 你個人的很多 一些認知 哪及去到 你個人的一些形象 或者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有一個社會性的 是由你身邊的人做什麼 譬如說 你的父母 是一種什麼的人 他一個什麼態度 人是會由模仿 學出來的 模仿出來的 譬如說 你家人是全部都看書 那你照成你的環境 形成你的看書 譬如說 你身邊的那些朋友 是做什麼 你有時是有些事情 是會跟他同調了的 或者是一些 再近一點的例子 如果你要結婚 你和你的partner 也都有一些個性性的東西 可能會再磨合其他類型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 一個人的性格 其實不是與生俱來的 是順從一個環境 而這個環境是什麼 就是人形成的環境 我覺得扯遠了 真的扯遠了 不不不不 再聽下去就意志衰退之後 怎樣啦 他不同time point的人類小者 就是說 等於可以說回來 你不同 你見過的社會上 你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人類的觀點 也常常有 就是說 他有個奇奇怪怪 很少跳皮 或者很色情 或者叫什麼 筆檢點 筆檢點 他做了這樣的事情 然後做手小姐不喜歡 然後呢 他後來就變成一個 做手小姐喜歡 就是說 你嘗試不喜歡你 於是你就遷就他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你是會因應你身邊的人 解釋不到 因為始終就是 你的角度不同 助手先生是跟人類小姐未見過 助手先生不需要遷就人類小姐 而且他們那時候未見到關係 這件事不再重要 總之就是 看明白的故事說什麼 當然 有聽眾看得明白的 不妨在博道說給我聽 不是 如果再討論他們 真的意志衰退以後 真的沒有人聽 我們講下一個故事 下一個故事就是 人類國家興亡路 妖精 人類文明應該是 讀妖精的文明 已經寫了人類文明 快速版 十天就可以滅過 有電的很快就有 神創造世界都需要七天 七天 他沒有神那麼厲害 那也要十天 故事就說 他走一路就發現一個 一個好像失業的妖精 經常被人欺負的妖精 然後他整包好像失敗者 就不知為何流落到荒島上 沒什麼事可以做 然後就開始 順從人類小姐的欲望 還是意志 我不知道 總之他要求什麼呢 一晚就弄了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就開始演變為妖精進化 這個就是由石器時代 進化到這個 人間社會 總之人家從什麼都沒有 開始怎樣演進 科技進步 工業社會 然後這個過度的開發 做了太多建築 不是 正確地說 他開始說他要做床 那你滿足了這些東西 然後他後來說 海水化碳 化電 他有這些東西 然後做工廠 做不同類型的糖 做點心 糖 就是糖 原料 後來他做了什麼 他說要建一些特別的建築物 金字塔 金字塔 我覺得是不適合的比喻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九十年代頭 那種高樓大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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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物質文明發展成熟之後 你追求另外一種 建築物上面 或一種宏偉的感覺 跟著就好像現在這樣 過度發展 然後怎麼辦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什麼政府山那些 那類 我又看的是另一件事 他講開頭就是 其實說 要 很多東西 你都要靠人手 其實他講的是 機械化的問題 就是當所有食物 所有工作 你不需要做 你可以生存 即是AI幫你做完 你沒有東西做 即是你幻想 你現在可能在看一部電影 SF的 任何人都不用做 任何人都不用做 任何人都坐在家裡 他沒有東西做 他沒有東西做 什麼 找東西做 找東西做 他就說 他們不管了 總之說 我心目無憂 我又不會死 然後搞了很多東西 搞了很多東西 最後就是 搞完了之後 我搞不回來 搞不回來 其實你說 搞不回來 其實你說 我一言聲給你 就說 當你發展了 那些人就是懂得吃 他們真的不懂耕種 他們真的不懂耕種 一句話說的妖精是完全兩樣東西 妖精是甚麼都做到的 就不會說 做金字塔就不會做之前的東西 不是 他在說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沒有動力 即是你當那個食物就是糖果 當你所有食物都消掉 他們沒有糖果 那如果你已經分別人 那時候 我沒有食物 resource 當你沒有這件事情 就算你有多高度文明都好 我告訴你會做飛機大炮 你會做高達都好 高達都不會種到花 或是種到蕃薯來給你吃 那你只能夠再發成高烈薩辣 那你只能夠再發成高烈薩辣 那真的不用吃飯 不要用吃飯這個比喻 要鹽鳥呢 不是鹽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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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糖果是做甚麼 他是要嗜好 他喜歡吃 其實是滿足自己的 這個向前的動力 你有沒有一種這樣的 不是 他這裏的衍生意 我的衍生意 就是你自己要代入 因為妖精的設定 如果你太著重妖精的設定 你代入不回 我覺得 你說的就是 你當那些妖精 因為他強烈的 那些妖精就是人類 其實他只不過是用妖精這個身分 去影射人類的東西 不過你說 當妖精 就是他用這個代表 做這麼單純的行為 其實如果你代入人類 其實你可能會想到其他 就像剛才那樣說 沒有食物了 我又只會做飛機大炮 我又什麼都不會做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社會 就會滅亡 其實應該要回去 可以製造食物的時代 然後跟著呢 其實他都還在說 最後都還在說一件事 越屈性更重要 到這個世界 好像被毀滅了之後 然後殘餘的人類 起身之後 然後他們第一個人說什麼 我們再起一個王國 他在說一件事 人類是不會從這個教訓中 吸取經驗的 不會從歷史去學習的 都會從韜復切 再犯同一個人的故事 這個題目是什麼 就是人類衰退之後 分分鐘這個人類就是這樣 衰退了 而他用一個例子就是 人類小姐 他記得在這個經歷的階段 他甚至說 這件事 是會令到這個 種族的滅亡 你當那幫妖精 其實再出來 你幫我媽媽是新人 不知道 我覺得那些科技厲害 那我們有那些不是好 但是他們是沒有 可能他們 純粹你當那幫人 我看過歷史書 就說 原來打仗會死人的 但是他們說 朱君我很喜歡戰爭 我沒有辦法 他們就說 我明白 我明白戰爭是恐怖 但是我喜歡戰爭 他們就說 純粹當作歷史 就說 我未必會這樣的 或者我真的可以衝出宇宙 蕭幸的心態 是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但往往都是走之前的路 沒錯 所以我經常都說這句 我經常都說 歷史是沒有任何教育意義 所有人 有一個 就是人類在裡面 是吸取不到任何教育 那不需要讀歷史 應該廢除中史和西史 所以就要國民教育 很簡單 香港我們有幾多個故事教訓 不要在網上拿這麼好自己白癡的留言 白癡是沒有教育意義的 你照相片 拿照 五百元的留言 你明知道的事情 你還要去做 I'm sorry我幫不到 那天 我看到一些人在說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 但全香港都知道 因為武士頭條 所以這些就是人類衰退之後的象徵 就是他們完全沒有吸收能力的 現在的手機這麼厲害 你不按 就是幫你自己傳上去 終於是 有的嗎 什麼 你沒有聽過Facebook嗎 你完全不用Facebook 知道什麼叫被打卡嗎 不知道 我知道你說 會的嗎 會的 我沒試過 只要你ad了 譬如我和你ad了做朋友 你打卡 我的朋友會知道 這些叫被打卡 我不想常傳那件事 資訊公開 比起上次的故事 我覺得 真簡單 原來我過了衰退期 終於到 我終於都明白那個故事 說什麼 你以為足以期 不是衰退期的核子問題 然後 其實這個故事 其實他都不停 是 幾乎是不停倒聚 再之後的故事 就倒聚回去 差不多一開始 他第一次做這個調停官的工作 如何尋找妖精的故事 不是綁架嗎 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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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架班妖精嘛 他這集就講了比較多妖精的資訊 剛剛上任 然後怎樣接觸妖精 怎樣綁架妖精 你知不知我看他上手的那個人 很棒 留下的日記 那個日記就好像 其實我看到最後這個 包哈薩的肉 好 養 好吃 那個叫做菜牙的飲食日記 我真的很有記憶 包哈薩 我在看那些辣子 綁架綁架 然後最後那一頁就寫著 養 最後補充一下 他是乾硬化死的 上一陣子 沒有過 小雪油 小雪油 你看他吃什麼 高低方高膽 這個現代病 他怎樣綁架他們 然後怎樣了解他們 他在垃圾山捉了一班三隻 然後發現他們會自己增值 好搞笑就是 好搞笑就是 很明顯女主角就不會開玩笑 你吃不吃東西 不吃東西 不如我吃什麼 然後就失禁兩班妖精 這個是美國對付其他國家的方法 就是這個大棒和胡蘿蔔 什麼大棒 你先說這個 大棒 這個棍子 拿開棍子 嚇他們說要吃他們 然後再給糖果吃 這樣 即是一口砂糖一口屎 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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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調教 大哥 其實你說這個故事 會看得比較多的就是 妖精他們的思考模式 文化 他們的文化和思考模式 其實他們沒有群體和個體的概念 其實他們有很多概念上的 應該都沒有 像一些螞蟻 不會有什麼概念 但他們就知道自己很喜歡吃糖 很重要的 我很喜歡吃糖 而且喜歡開心的東西 很正常 喜歡開心的東西 好玩的東西 就是去玩 Tinder出奇打 最後就是因為 人類小姐教識了他們 這東西都是 在這個故事裏 你當妖精是一班原始人 當然是一個稍微有些知識的人 跟他講某些東西 然後他們就說 神啊 你是神啊 然後就開始建立了一個 神和人的關係 一個信仰的文明 你就會看到一個 信仰的產生 對 然後人類小姐就變成了 在他們那個 城市裏面 的一個 神 魔神 魔神 對 舉石板 魔神 最重要其實是 他做了一些事情 令妖精會有一個進化 唐 唐 第一個是唐 第二個是名字 像他們的名字 但是這件事 好像皇帝對太監做的 像名字 對 會的 中國會的 很多人都會的 你媽媽生你出來 你都會刺你的名字 日本天皇都會刺些名字給別人 所以你可否是神 不要得罪神 所以要 God damn 如果不是沒有利用錢 如果根據人類文明法 如果你有名字 你可以有自我意識的開始 你意思是 這個是不是隱喻 你意思是 但是妖精最後都沒有演化出自我意識 不是啊 他起碼演化出鐵甲銀合出來 好緊要啊 有朋友的 你看不到嗎 他有問過 你是不是敵人 原來不是敵人 很順利就走了 即是說和平萬歲 那一刻我懷疑 我不知道我是否搞到那裏 但我懷疑他們是在他 因為剛剛魔神Z的新篇裏面 其實是說對神 是鐵甲銀合對神 因為我說 你是否剛剛看完你呢 不過我不知道時間最是否 但是我有些紀事感在裏面 最好笑 那部機器撤離 是竹青蜓這樣飛出去 很突然好像有些戰隊 所以你說這個故事其實 我覺得你說的意義 沒有去到之前的故事那麼多 那麼大規模 之前就說人類的進化史 文明的 現在就補充這些資料 現在就只是說文明這件事 即是文明又如何興起 然後又如何衰退 活落 怎樣衰退 其實不是文明的 一個worship 因為你是 類似的信仰 我認為他這一集會看到 就是 那個調停官為何要做紀錄的工作 就是 因為 妖精經常會冒犯 他當年的人類做的事 而你可以在當中裏面 去做一個紀錄 因為他們 你不需要等幾千年 他三天就可能搞定給你了 即是在這個急速進化的情況之下 或者急速形成的態度裏面 你會看到 為何需要調停官這件事 以及為何調停官需要做紀錄 因為就是 在他們的故事裏面 其實一開始這個都強調了 就是說 他們已經散失了很多 舊人類的 即是舊時代 歷史文年 的資料 而要怎樣衍生 其實很多時候可能要靠 就是 妖精 他們去得到某些資訊 然後跟著去模仿 這個不是一個人體實驗 他重新創造文明 看著文明怎樣衰退 而從中去做的劇 如果你說在讀者來說 就是給你快速看 就是說 當某樣很純粹的想法 他發展 跟著出現多變 或者分裂 然後產生了不同的東西 最終滅亡的階段 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人類衰退之後 其實他的故事的重點 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你看到很多東西 都是超戰開式的發展 我無緣無故做個機械人出來 也好 那隻貓變大也好 甚至任何東西 其實都是很急速的 但是 他著重的過程就是 他過程的細節 你不需要重新 如果這樣 結果就會怎樣 或者你不中間 去做一些調節 或者什麼 你只是 循著那個方向 一直線這樣衝過去的話 最終你就會跌下樓 有時候很簡單 就是說 人類小姐說了一句話 然後妖精先生就會去做 妖精群 就會去做 就會看到 那句話 怎麼已經產生一個胡蝶效應 你突然間何故 突然間 突然想起我朋友 有一句經典的句子 就是叫 登峰操極 日暴仆直 然後到最後的故事 最後兩集 最後兩集 再賭罪 再賭罪 就是 人類小姐 剛剛入學 直接不知妖精 直接不懂字的時候 但是其實很有趣 他一開始 第一分鐘 我說他連字都不懂 但是他一拿起一張紙 他就可以讀到這字 我說 你不是不懂字嗎 什麼 一目十行 他說人類小姐很有智慧 他也是急速發展的 人類小姐也是 可能他們那個年代 壓定字 不是那些字 可能他們說 夠世代文明的字 不是現在他用的文字 可能 不清楚 你可以是那些 拼音文字的 但是也不可能 這樣看得到 其實 我有懷疑過 他是不是 大隻少少的妖精 真的 會有機會 否則 為什麼他可以做人類小姐 所以人類小姐 他說沒有名字 要聲沒有名字 你知不知道他怎樣稱呼自己 MISS 他不是 那個老師是說 MISS 我知道 所以 人類小姐 其實真的是神 你知不知道 神之名是沒有人讀得出 和沒有人知道怎樣讀 最大的祭司都認識 最大的祭司都不認識 他只是會用一些代名字去稱呼 但是神的真正名字 是看到 都讀不到 這個才是神 所以我告訴你 人類小姐是神 妖精那班人一早就知道 神降臨這個世上 拯救這個世界 可惜人類都是要繼續衰退下去 那不要緊 他不是人類 你不可以去審 他用神視點去看 他是妖精王 這個故事就說 人類小姐一開始就入學 她就是一個 她是一個 叫什麼 很有目標的人 你可以說 他應該說 認定了一個目標 他就會 直線地衝賣 還有他就是 一匹狼的性格 就是說 我不需要朋友 什麼都不需要 讀行俠 這樣做事是快的 讀行俠 這樣做事是快的 其實是 但自己摸摸就不然是扶你 你摸摸就不然 你摸摸就不然 你高了 所以重心後 所以 故事就 開始是說 可以跳級 總之你夠水平 你夠那種水平 因為人類小孩入學 是比別人像 他年紀比較大 他十歲就像入學 總之你入學好像不太自在 整班都是小學雞 但你喜歡身就不太好 小學都喜歡你 你入學的時候 連小學雞都不如 然後 其實 我不知道他在這裡 他是想去拍攝學校的欺凌 還是什麼 不是 他拍攝 當然是 當一個天才 最後的學校 會遇到什麼事 在一個學校 這麼封閉的環境 通常會先讓學生欺凌 首先 天才 你這麼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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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是天才 就弄一下你 說一下你的寶 然後 然後 Y Y小姐 紮實 因為 我還沒看完最後的 但我看了大半 我不知道最後的結局是怎樣 但他一開始 你一開始要弄他 一開始就不知道為什麼要弄他 就給他一些謎題 他試一下這個轉身 看看他是不是金田一 最大的問題是他笑不到 原來他是美術 以為他是白癡 誰知道是天才 因為他覺得 我回答來幹什麼 你回答完 我給下一條 我這樣拿來搞 那我不管 這些就是什麼 哲能主義 聽到上星期一集是冰果 沒錯 人類小姐 還有他的同班同學 有一個很想親近他 是他那個學妹 亂亂摸 那個本來都是同班 但跳了級之後 就追著他 因為他說過故事 在他一年級的時候 除了這位同學 還有其他同學 因為他一個冷淡的回應 令同學有個鑑 那些同學就開始欺凌他 然後就是唯獨這位 卷卷法的同學 他沒有伸出善意之想 但是人類小姐 已經看穿了 人類小姐說 我已經看穿了365部的詭計 那他就說 你就是要整股我了 其實知道就是 你就是想整股我的兇手 你就是想顯示你自己有多麼偉大 即是他日決戰官道 沒錯 他原來又是這麼白氣 都不知道 你就是喜歡 自己的腦袋要設定 你已經沒得玩了 那我不知 那一刻他一說 我覺得挺有說服力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你就不知道 究竟會是否這樣 你沒有辦法去判斷 那一刻他講 我不知道大家 那一刻他講得很真 我覺得我真的想相信他 我真的想相信他 偵探這麼厲害 神鼓 靠鼓 我真的想相信他 我會想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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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我會想像他 那樣 他已經有證據 告訴你你走不出我手前來 那樣 天知道他講到真 你會相信 你會說人類小姐 還是說人類小姐 人類小姐 他講這個 他用這個白旗思考令 他講他這個 矩矩法同學的奸計 我真的想相信他 我真的想相信他 他當是所有善意 對他的人都好像有學意 但其實只是一種抱住 一種有負面心態去看其他人 然後用那個字 那樣 所以有馬 所以有馬 就說他喜歡病 你用這樣的聲調去講話 其實也不一定有說服力 只不過是你想好了一篇 你很正常 很快 就是這樣 就讀一篇 讀一篇 對 然後 就說聲優演技有問題 不是 他只是做這件事 然後就說 學妹都揭而不捨 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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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著還沒有同房 真的 吹來不上 不是 他是黑子的角色 我知道 守護力後面 他是壞掉的黑子 不知為何就強制性融入了這個 野玫瑰會 這個不知是甚麼學會 總之你當是融入了一群人 然後又帶回歪小姐出來 其實他也是這裡的Member 之前 他已經不是了 然後 看到資料 然後就說發現了密室的東西 我是看到這裡 他說原來這個野玫瑰學會 本身是殘妖精的 然後後來發現密室 然後又發現圖書館的書不見了 然後發現了他有很多文庫書 發現了Y小姐有很多 BL書 L圖書館 整個拜 然後我還沒看到 Y小姐跟他提出一個交易 對他有利的交易 因為其實Y小姐被他在威脅 他說 我講出來 你會怎樣 那我提出一個交易 其實沒事 那時候有些不代劇 第一 之後的BL本才吹開一巴 其實當時都不知道是甚麼叫BL 其實沒所謂 讓人知道 彈開風氣不為先 然後我沒有看 然後要卡我 你當有一些很奇怪的嗜好的時候 其他人沒有這種嗜好的時候 就會當你是很奇怪的人 他已經是一匹狼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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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剛才說的那個是誰 甚麼 又馬爾 那又怎樣 解釋他 OK 繼續 說下去 有些甚麼條件呢 就是他被人類小姐去虧視其他人的暗地裡的生活 因為他那個不知為何密室會連到很多他自己的房間 跟著他的學者的房間 就可以在那個房間裡撞撞 他究竟如果他不在人前的時候 究竟他會做些甚麼 其實坦白說 阿Y 我壞了不要緊 我拖沙 一拖沙 這方面 其實你看到之前的機械 經常走牆 應該 學校本身改建之前 很多通道都很不達的 但一改了之後 封了一條走廊 那Y小姐 可以找到一條秘密通道去通行 因為他那個地圖 那個地圖在野玫瑰會拿回來 秘密通道可以通到每個人的房間裡 你就可以在那裡裝 裝 總之有個洞 裝其他房間 那些野玫瑰的成員 都很極品 都很野玫瑰 即是那個 捲髮那個學者 捲髮那個是最後的 不要說 一開始說那個魔女學者 她是甚麼來的 她很喜歡儲頭髮 她是儲不同人的頭髮 然後有一本書 就儲起了每個人的頭髮 她還會記錄了 她今天講的那些甚麼 你有沒有得罪她 說另一個 然後她還會用頭髮來吃 來啊 不是吃 是吃的 繼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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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會很研究一些髮質 那些 其實她也是一個很early的Biochemist 她也要研究一些鋪填 電話可能會發明 另外有一個 就會將其他人 有甚麼得罪她的地方 全部都寫在一個簿上 還有計分 其實不止得罪她 是說那些甚麼 你錯了 寫下所有的 你錯了 我說人類小姐 今天她遲到這一分鐘 沒有說對不起 搞錯 紀錄她 然後這個人平時還要很親切 那種人 還要計算次數 我記得我以前試過 有時跟老師說 你根本撐第四十七次 撐到我了 他說你數著的 然後我 小心 大家聽眾小心點 叫IM的人 記憶 記憶 有一個應該是經常喝酒 不是有一個 是兩個 對 大家也在說一些粗糙的東西 即是說粗糙喝酒 當然最爆的就是跟她一起煮一個黑字 黑字呢 沒有啊 她是一個公仔 扮成一個人類小姐的樣子 一餵她吃東西 又摺東西給她吃 又摺東西給她吃 恩愛成人 就變成一隻弱大隻公仔 然後撕手撕到獵奇 那樣子 撕到拿刀 刀捅完之後 然後她 扔了另一個 然後好像變了樣子 哎 不好意思 這樣對你 即是好像那些 產後抑鬱 然後整死兒子 神經衰弱 然後抱著 死了 不是的 那麼 樂觀點看 起碼他們找到自己宣誓的方法 不會成為這個社會的罪犯 都不失為一個救贖 對 所以Y小姐沒有叫人類小姐告發他們 叫他們任由他 你知道這些就算了 不要做其他事情 剛才你講的例子 如果那個人 收到後髮不領 他隨時成為一個變態的髮型師 他這個變態 他這個變態 沒有計理法師 最起碼他不會光明正麗這樣做 那就不會引起社會的案件 問題 正大這樣做就開非法譜 第二個 他純粹記錄的話 很出色的Liberian 沒錯 不是的 是總統旁邊做翻譯抄寫的文書 書記 他這樣做 非常出色的 他這樣做 他也沒有表現出來 也是他自己的減碼方式 這些叫內臉 很出色的作家 第三個是什麼 什麼髒話 我知道 不停說髒話 很普通 其實 你遇到資深的朋友 是 什麼 赤白相見 玉白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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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不知道 你說 坦蕩蕩蕩蕩蕩 金子坦蕩蕩 現在兩個一起 兩個打碗 結婚也無所謂 人情不要收500 就OK 你這樣炒一下 不是 500不要緊 不要上網 你小心 如果你給500 他真的寫著你 寫著你 寫著你一輩子 那就是我的問題 你上500 當然是人家在生日到門 自己跟自己說 不會放上Facebook 如果你Facebook都把這個說出來 沒什麼問題 最後的 卷卷法劇 他起碼找到法事的方式 不會成為社會的辯法殺人犯 跟打沙包差不多 如果當時人類寫著 開門 學知他 那不是讀公仔 他是讀人 應該會 所以你說 人類衰退之後的結果 都相當良好 起碼不會有社會案件發生 Good ending 文理畢業 三萬門閉門造居 其實我覺得 如果這樣的話 這間學校分分鐘 有這樣的通道 其實這間是精神病院 青山的門已經被打開了 所以每間房間都有一個獨立 就是要檢查 這個人的病情去到哪裡 其實在精神病院裡 他們可能都是很和平的 表面上很和平 有那些扎著那些衣服 但最後的結局是怎樣 監視完之後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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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都是妖精跳出來找回她 類似那種 Happy End的開房 最終就是 Y小姐和人類小姐 做了Fan 做了Fan 然後順利一起 因為某些秘密 共同利益關係 沒錯 而做Fan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簡單 逃出封人縣 逃出魔幻紀 穿越瘋人縣 吐氣不同 這個妖精也有她的作用 人類小姐之後會有轉變 因為有個妖精進了她腦裡面 什麼進去腦裡面 進去腦裡面 進去腦裡面 我敢理解 那什麼 有一個是 她之後是跟妖精說 跟她開茶會 在那個機械裡面 不是那個腦裡面 因為那個妖精 那個機械應該是 一早已經 拉了柴 即是那個機械 那個機械也是 在她身邊陪著她 是的 那個妖精 為什麼一路 看到妖精 一路都不見她 原來就是她 躲在那個機械那邊 不是無人駕駛的 是要騎士的 那才可以一路運作 然後她走了之後 她住木屋 都拿了機械回到木屋 那這個故事 其實是不是 教訓我們 其實做人交友 就不要 就不要 就不要太深入了解 不是的話 你就會知道 你不應該知道的東西 不是錯 你應該要知道 但是 你知道好了 不要 將這些黑材料 扔出來 咦? 你們這些黑材料 是的 你沒有 適當時候 最好不要入 適當時候 沒有 這兩個我有 有些照片 無所謂 這些 所以 如果這樣 這個故事 好像沒有特別 她一向都不是標榜 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故事 沒有什麼特別的 人類 她主要是要找妖精的茶會 她最後 叫做 找到 最後 這個純粹說 她們怎樣交朋友 還有那些人前人後 那些 沒有什麼特別的 最後 其實這個故事 你說 鍾如馬依 其實應該 這個 在這麼多集 都是不停的 不停的 不停的 再不停的 我覺得 不錯 但是 叫做 我覺得 大動到 起碼她的套租 雖然不會笑得出 但是 叫做 有趣 也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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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我也笑得出 有些人笑得出 那些人笑得出 當然 當然是雞那集 當然 所以為什麼要 道次序呢 不然放那集 放在第一集 讓人看得出 很正確 也不是 可能很多人看 可能會說 最後有什麼變態 可以看到 第一集就夠變態 對 所以無限就沒錄 我不知道 之後沒有人看 關事 但是這套 單元式 其實都可以長寫長有 理論上都應該 你意思是做第二季 作者寫得幾萬 他不夠量 本職不是小職 我覺得很難的 你始終說 他每個故事後 都有些東西要帶 等於其他之旅 一年出一本 其實 他都要有材料 你都要收取材料 有多少人生經歷 找多些變態 也好 找多些黑暗 你才可以寫得出這些故事 其實他最後一段時間 他跟你差一句 就說 強烈應募 然後就讓你寫黑材料給他 讓你可以寫得下跪出來 OK 其他聲優表現如何呢 都沒有 除了忠義文 祖斗先生也沒有聲音 然後 阿Y又扎成 阿Y又扎成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其實阿Y出場都少了 都是同仁智那兩集 和畢業那一集 那些妖精呢 妖精挺有趣 金元壽司 口大了少少 都說不是 因為真的 太有QB的概念感 真的看著他們 和他們有時早些 但是你覺得聲優配 有沒有什麼違和感呢 好嗎 沒有 難道你好像天線 都得B有違和感嗎 不知道 因為這套最大的 九成對話都立了 就是忠義文化衣 所以你馬上說忠義文化衣 最主要是說忠義文化衣 其實我一個問題想補充 為什麼他之前罰他 要罰他剪頭髮 他有頭髮 他珍惜過長頭髮 就剪了他 哪樣痛打你哪樣 頭髮是女人第二生命 你沒聽過 沒聽過 我只聽到長頭髮洗頭髮很煩 你錯了 這些表面說詞 人類小姐也說過幾次 其實頭髮這件事都不覺得 突落得那麼長 但其實他剪了之後 都會幾下單 你們就知道 那就是罰阿三三 還要打他的腳 矮一點 矮一點 打 反而你說 那個所謂的童話風格 我不算OP 我真的不覺得童話風格 我覺得是 有電波 妖精的舞步 神經病 你嘗試一下 你晚上一開著 關燈去看 嚇死你了 可以 OP不是很歡樂嗎 哒哒哒 這樣 你OP 你有沒有看到音樂 就是人類小姐坐在床上 左餘右擺 眼睛是沒有神 像鬼一樣 你嘗試一下 夜一點關燈去看 你為什麼留意到這些東西 應該很歡樂才是 就是 萬聖哲嚇老鬼 反而你說 E-D的 E-D就是 那種童話風格 E-D我們之前說過 可以聽新版那集 大家還有沒有補充呢 最後補充就是 這套東西真的是給小學看 希望可以在小學的圖書館出現 那不是的 格林童話都很多東西 剪掉了一個淨化版給小學生看 想不識都或者是兒童文學來的 真的 那些兒童文學定義都挺廣的 我昨天見到 EBA說那些不是BL來的 或者 要不要討論一下 人類黑暗面 就是 那些 雖然說他揭露了很多根性在裡面 但是其實 這個人類來說 他的鬥爭的程度其實是很低的 就是你會見到 人類 這一群人類 已經衰退了 當你連電都沒有 你鬥爭也沒有 那些妖爭也是 通常 其實這是一個很黃 鬥爭的世界 你餓死完人 還要階級鬥爭 通常 鬥爭是你會為了一種利益 那種利益都不存在的時候 哪會有鬥爭 其實他這個故事的設定裡面 其實他就算說到 人類衰退了 已經 剩下很少 人類已經逐步衰退 但他沒有說過 究竟怎樣去維持 人類這個種族 他沒有提過 三個子 他沒有提過這個問題 他沒有提過這個問題 你只看到第三集裡面 全部都是女 就知道為何人類衰退之後 因為沒有了兒子 你看看 看到那些兒子 除了助手先生 是年輕之外 然後 阿爺 大師 什麼文法 那些人 全部都看下去 已經有心無力 搬同位置那裡 有多厲害的貨車司機 你不計他 那我只剩下很少人 他那些衰退 可能只是生女 所以哪有樓才可以大賣 你那個是性功能衰退 不是人類衰退 不當 人類在這裡 其實他們要復興 都是有很多方法 我講 最簡單 叫妖精 開一間Visor 然後弄了一隻偉哥 人類就會不衰退 好像電波塔 如果他們可以用電 他們可能可以重建文明 都不頂 我跟你們講 為什麼要 因為沒有電 是聽不到無雙的 好 拜拜 最好的原位 這是最好的原位 那我們這集到這裡 大家記得 如果有人看得明白 就是說 這個 時間空間那一集 記得上去post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在說什麼 有人說我們出post 出得慢 盡量 或者某個時間點 我會出得快 你找到妖精幫幫我 先 好 你跟妖精說就行 我不是妖精 好吧 我們先到這裡 拜拜